台湾号称史上最大规模的车展将在明天开放民众入场 而其中车模是各个严选 有的号称腿长有123公分 有的是全选美出身 而群场的第一名模应该攻推是蔡淑珍 她穿着一身性感的赛车服 艳冠群芳 车展美模大PK 最大咖要属名模蔡淑珍 这要得系顶级车场与性感赛车服现身 艳万全方 今天来算是车展的第一名 有没有觉得压力很大 因为后期是被不断的勇气 对啊 其实会也 真的会有一点 还好我就是慢慢的有了另外一份工作 我还有在拍戏 收入还算稳定 所以我觉得压力还好啦 那些深蓝色沙纸洋装带着甜美微笑 围绕着系最新概念车展现自信风采 她是徐自玄 2006年柳西兰华语小姐冠群 其实因为全美就是也见识过蛮多 也要进过很多环节啊 这样比赛出来 所以我也觉得说要 就是自己会有比较有自信 西京呢 还有这位号称是全场腿最长的车模 吴炳轩身高181公分 腿长就有123公分 身高高好处就是让车险的 很大气 摆pose也很方便 坐在车上脚可以轻轻地点到地板 让身体曲线相当优美 因为腿长所以感觉比较有气势 所以车商比较会喜欢我们 在一些比较大的车子旁边 那我们就会善用一些腿的pose 让腿看起来尽量拉长 然后让我们看起来 整个线条会很漂亮这样子 市场最大的车展 各家model也是最强 尊重特色珍艳 一般来说车模行情价 普天8000到2万步 但有特色的模特尔 行情价15000 小有名气可以充上2万 六七车喜欢找特色model和车款搭配 那顶级车款得偏好找名模 展现大气功范 车商比车也比谁家model 最吸进最喜客 记者是小贝刘朗亨 SNG特术台北报道